郑明谦跟吴思瑶他所谓的死囚会被收容 死囚不会被放出来 这个部分郑明谦只讲了一半 他讲的地方是指说提起非常上诉 在审理过程阶段 当然这些死囚们他们不会被放出来 这完全合理因为他还没有被撤销死刑 但是郑明谦没有讲的是后面这一半的话 也就是说呢当这一些死囚 他们真的被改判了 他们真的逃死了 他们真的发回去高院更审了 那么请问一下 他们真的就会被法官给裁定积压吗 在更审的这一段过程之中 有没有办法把这些死囚继续的关在里头 然后不让他出来呢 郑明谦对于后面这一半段 他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 他没有办法保证这些死囚不会被放出来 其实吴宗宪关注这个议题已经关注很久了 然后我看到吴宗宪关注这个议题 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在节目上面讲 但是因为上个礼拜就碰到了这个民进党搞出来的仇恨罢免 罢免谢国良的这个案子 让我不得不停下脚步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的主要的重点 当然就切在进法补偿的部分 然后还有切在这个罢免谢国良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今天那既然现在这个吴宗宪又被硬推到了火线 那我觉得吴宗宪关心的事情 大家也必须要明确的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觉得就是死刑犯的这件事情 因为宪法法庭现在已经判定死刑是有条件的核线 那么有条件的核线它背后的意思就是 某种程度就实之废死了 因为你判死刑要变判得很难去判死刑 还要大法官的一致觉 这有够莫名其妙的 还要法官一致觉才能够判死刑 就是非常的莫名其妙 然后重点是如果这些死刑 他们在进行非常上诉的时候 之后发回到高院根神 有没有可能会被放出来 重新回到社会上面 这个是吴宗宪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的 然后这件事情民进党告诉大家 吴思瑶透过郑明谦口中的话告诉大家 这些死刑绝对不会被放回到社会上面 实际上面郑明谦的话只讲了一半而已 所以吴宗宪在当场听完吴思瑶去对郑明谦的质询 吴宗宪其实是三把火的 而且吴宗宪是站在吴思瑶的角度上面 要维护吴思瑶的权益 因为他觉得吴思瑶问A 然后被郑明谦答B 这个部分他没有办法忍受 吴思瑶得到这样的对待 所以吴宗宪他替吴思瑶抱不平 但是吴思瑶不领情啊 我们现在呢来回顾一下吴宗宪的这一连串 炮打郑明谦炮打吴思瑶的画面 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现在就被释放的这种状况发生 在那个有提起回场上述 在确定判决还没有撤销 以前都是属于收容状 部长 他问东尼达西 他问东尼达西 他问说会不会放出来 你跟他扯说收容这个不记录 你们到底在讲什么 你不能问东达西啊 你这是怎样 委员我在为你维护你的权利 部长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要送精神鉴定 还有要送自立测验的是大法官 不是这些被告 这大法官真的要送精神鉴定 跟自立测验看看有没有五十七 部长 检察官们是聪明的人 我是笨蛋吗 我没有办法看懂法律吗 你今天讲了什么话 而不是上次吴思瑶那样子 胡说八道那边 政客乱带风向 政客为的是下一次选举 政治家为的是下一代的信 我觉得吴宗宪最后讲的这一句 真的是完全精具 政客为的是下一次的选举 政治家为的是下一代的幸福 我觉得这一句话 真的可以变成座右铭 虽然我不是政治家 但我听完这一段话 我是觉得很感动 那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 来看这个吴宗宪去对上郑明迁 包含在讲死刑犯 会不会被放出来的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就连中国时报都曾经头版报导过 吴宗宪大骂吴思瑶他是政客 他在欺骗社会的民众 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 现在这些死刑 因为重新的来进行这个宪法法庭的解释过后 那么很多的死刑犯 部分的死刑犯应该说部分的死刑犯 现在还在评估是不是能够提起非常上诉 那么提起非常上诉之后 如果最后180度的大翻盘之后 那么他还可能直接逃死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非常的荒谬 大法官做出的事件判决 居然能够让已经三审定验的死刑犯 他能够逃死 这些死刑犯 他们过去做了多少天理难容的事情 经过了多少严谨的审判程序 最后才判处他死刑定验 但是现在却因为大法官的事件之后 那么这些死刑犯 他们应该要处理 应该要执行死刑 都能够逃过一死 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社会啊 那包含现在大家有看到 可能毒架要撞死警察等等这些的 大家觉得天理难容啊 这些人是不是也该判死呢 可是很抱歉啊 现在要判死必须要整个 法官一自觉 判处他死刑他才能判死 有精神障碍的部分也不能够科除死刑 你看现在判处死刑的条件如此的严苛 所以很多民众即便看到 比方说有少年他无照 驾驶撞死了三个人 毁了三个家庭 就这么多的事件 大家心里觉得应该要判死吧 可惜现在 等于说大法官逼着法官要自己去阉割他们能够判死刑的这样的一个判决 这变成是自我阉割了啊 那这一整个就非常的荒谬啊 那么郑明谦跟吴思瑶他所谓的死囚会被收容 死囚不会被放出来 这个部分郑明谦只讲了一半啊 他讲的地方是指说提起非常上诉 在审理过程阶段 当然这些死囚们他们不会被放出来 这完全合理 因为他还没有被撤销死刑 但是郑明谦没有讲的是后面这一半的话 也就是说呢 当这一些死囚他们真的被改判了 他们真的逃死了 他们真的发回去高院更省了 那么请问一下 他们真的就会被法官给裁定积压吗 在更省的这一段过程之中 有没有办法把这一些死囚继续的关在里头 然后不让他出来呢 但是郑明谦对于后面这一半段 他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 他没有办法保证这一些死囚不会被放出来 因为他只能跟大家说 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呢 他会穷尽一切的力量去鉴请积压 什么叫鉴请积压 鉴请积压是 我检察官会用尽我所有的力气 建议你法官一定要积压这一位 被改判的死囚 但是问题是建议是什么样子的性质 建议他有强制力吗 建议他有约束力吗 我建议你午餐吃鲸鱼 但是我可以午餐吃鸡腿啊 因为你是建议我的啊 我没有任何的公权力介入 那我建议有屁用啊 请问你我们现在的法务部 也没有办法去对法官去下指导期 就是叫你一定要直接的来 对于这一位被改判的死囚来裁定积压嘛 因为你积压的理由到底在哪边 法务部没有办法下指导期 然后今天我们的法务部却告诉大家 他只能穷尽一切力量 也没有任何的铁腕能够跟社会保证说 这些死囚完全不会再重返社会 但这个情况之下呢 所以简单来讲 郑明谦没辙啊 郑明谦真的没辙 你知道郑明谦讲那一段话说呢 他们会穷尽一切的办法 去建议积压这一段话 其实他跟吴宗宪回答的 跟他在进去委员会里头 跟记者回答的是一模一样 连吴宗宪这么样高深的 这样的一个问话 最后答出来的问题 居然跟记者的答复是一模一样 那就表示说 法务部根本没有任何的铁腕 能够确保这些死刑犯 不会回到社会上面去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更离谱的事情 吴宗宪直询这个议题 已经不是第一次 他在大院里面也直询 他在委员会里面也直询 至少直询了两次 都是在问这些死刑犯 会不会被重返到社会上面 结果你就发现过了这几个礼拜 郑明千给大家的答案一模一样 他根本脑子都没有去思考 他要怎么样去杜绝 让这些死刑犯重返到社会上面去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啊 但是大家有看到绿媒有报导吗 没有啊绿媒这几天在报导什么 柯文哲有没有去问USB会不会被破解 这几天的新闻风向谈到吴宗宪的 大家一查绝对都是USB 但是死刑犯会不会重返到社会这么如此可怕的议题耶 如果今天他跟你搭同一班节日呢 他跟你搭同一班公车呢 他跟你在同一个餐厅里面吃饭呢 我们的人身安全谁来保障啊 所以这个问题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我们的法务部看起来选择默示 因为法务部也束手无策 那这个部分拿出来之后 我们郑明千只能跟他说 哎呀我穷尽大家啊 还有吴宗宪他讲到的智力测验 也是一模一样的啊 他就举唯一女死求 林于如这一位毒杀了三个亲人的案子 他的智商多少 比柯文哲157少了一个1 57 林于如的智商57耶 这种智力测验做出来是57耶 现在大法官的这样的一个视线过后 当然这些有精神障碍的是 没有办法判处死刑 然后吴宗宪也质疑说 那请问一下 这个57的智商 他是要怎么样子篡证 怎么样子灭证 因为积压的理由要有篡证和灭证之余啊 啊如果他智商只有57 他是要怎么样篡证灭证 对不对 那等于说你检察官你积压林于如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然后因为他智商57 哎有精神障碍又不能够 又不能够判死 所以代表说林于如有很高很高的机会 能够直接逃死了哦 能够直接更省了哦 这整件事情最荒谬的是 他的新智称宴怎么样做出57的 哎他去杀害三个亲人耶 然后他去下毒耶 那些毒品从哪边买 吴宗宪都说他不知道了 但是林于如知道耶 林于如知道要怎么样子在点滴里面 混合了各种药物 然后去杀害自己的至亲 然后杀害至亲完 再去诈领保险金 这一连串的犯罪手法 你跟我说是一个智商57的人 能够想出来的 所以吴宗宪火大在这边啊 那什么自立测验 大法官才该送去精神鉴定 去自立测验啊 所以吴宗宪讲的很有道理 一来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法务部的荒谬 法务部面对这一整个事情 他们没有办法寄出一个铁腕 告诉大家 这些死刑犯不会逃出来 再来大法官更是荒谬 请问这些精明的大法官 他们在做出死刑有条件和限的判决的时候 请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想过 后续的状况会是这样子 如果撤销死刑 然后送回去根审 这些死刑很有可能 因为没有办法裁定积压 或者是法官决定不压 重返到社会上面去 所以这些大法官 他们在执行的是党义 执行党义 但是可以漠视民意 然后同时漠视人民的生命安全 这个部分才是吴宗宪 特别关注的事情 但我就要很少人去报道 我希望今天 拉了这十几分钟 来谈这件事情 真的要让大家意识到 死囚非常有可能回到社会上面 绝对不是像吴思瑶 绝对不是像他跟郑明谦之间的 一搭一唱 告诉大家死囚会被收容着 死囚不会回到社会上面去 这么样子的简单 所以提出来来跟大家讲 就是请大家奋力用力的监督法务部 要求他们必须要给一个说法 不是这种如此侥幸的心态 好像民党带个风向说 不会就不会 那莫名其妙嘛 所以呢 吴宗宪委员关心的地方在这边 最后KS高防晒凝露 大家还是要买起来 大家拜拜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